Show Podcast 亲子当 随时点播有关小朋友题材的节目 只要你是 小妹妹 大哥哥 爸爸妈妈 愿意陪伴小朋友成长的 大朋友 亲子当 都是一个很适合你听的亲子台 最新Podcast 准时想架 健熙, 你好啊 你好, 姿华, 伯母 脚板仔, 大眼界 和你跳出书本, 拿起咪 走访不同行业的职业日常 告诉你他们所见所闻 我准备好上班了 鞋子爱上班 还有, 退休了 不用上班的 姿华, 伯母 健熙, 你好 Hello, 姿华, 伯母 上个礼拜你访问了 谁啊 我访问了冯素波依 我们通常叫她波姐 那你那天叫她什么啊 那天我都叫她波姐 为什么你会访问波姐 她那个上班是上什么班呢 就是粤剧和拍电影 我听说你很喜欢粤剧 我曾经学过, 其实都挺好玩的 你和波姐谈了这么久 你最深印象是什么呢 一份工作都可以做到最老的 但是对演员来说呢 你老了就有皱纹 没那么漂亮 你觉得做演员或者粤剧可以老都可以吗 是啊, 拍电影要例子啊 其实如果你老的话, 你都可以做回你自己做老角色 是啊, 有老角色啊 粤剧呢? 那么东东撐撐的, 周围要走来走去 那就可以唱歌, 但就未必可以移来移去 所以你觉得老对一个演员来说没有影响的吗 没什么影响的 因为我觉得人生生命都很宝贵 其实你都要尽量做好你的工作 但是其实套余休都挺好的 是啊, 波姐怎么说的 波姐说其实现在套余休还舒服 混远抱天真的空想 永远攀不到 完食完心中的志向 时时求取进步 那志向即时比天高 会日照得到 从前心中的抱负 真的做得到 愿望要高 尽力努力做 愿做到好 对我多估计 可恨我今天展身手 你会知道到 原来只需努力做 我都做得到 年纪对一个行业来说不是很重要 但是有没有一些行业你觉得是很重要的 老了做不到的 导游 还有可能做飞机服务员 对 医生我觉得老了都麻烦一点 那你觉得呢 我做广播 因为我做广播 老了都没人知道 我们的声音是不会老的 你叫我志华伯母 但其实我是志华婆婆 但是声音不像婆婆 我准备好上班了 孩子爱上班 波姐那个你访问 我有一句话是特别捉到的 就是说她爸爸都是做粤剧的 那你觉得你以后你算一个职业 爸爸妈妈对你有没有影响 我对爸爸妈妈的工作都没有兴趣 为什么没有兴趣 因为爸爸的工作 他就喜欢读书 从小到大都读书 我就很喜欢玩 妈妈就经常跟我说 他那份工作不是很适合 那我们以后就要找到 究竟他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 波姐是一个很积极的 他什么困难都没有 他什么都觉得有什么所谓 你跟波姐聊天 你觉得他做粤剧 甚至以后做电影 甚至是做电视剧 感觉到有什么会难到他 或者难到你 难到我 就是可能生活有时候 不记得大事 生活总有一些小困难 是的 他的小困难你记不记得有什么 他小困难曾经就是不记得台词 是的 还有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角色他没得选择 是的 因为他要为了生活 一个人的职业里面 为什么会有生活困难呢 生活困难是因为人体都有限 如果你熟了 可能有些挑战就过了 但是人生总会有很多 你未知的困难 所以都不用为明天忧虑 不用 是的 那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会 我就是平时 明天要过明天的困难 今天完了就好好休息 那考试呢 考试 我有时间做好准备 就不用担心 波姐有提到一件事 没得选择 他说导演派什么角色给我 我就做什么角色 到你有些东西没得选择的时候 你会怎样 我没得选择 其实我个人也是很丰鬆 没得所谓的 但是如果真的很大问题 我就可能会不做 或者找些方法逃避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例如 老师要我们打 好像四五八字 还要在几个小时做完 我就会觉得没什么可能 那你就说一声 我做不到 对不起了 我做不到 所以我不做了 波姐就说 什么都做 没有对白 站在人家旁边的东西 他都照做 那你呢 你有什么角色 你觉得你不会做的 我很不喜欢做主婦 是吗 为什么 因为我常觉得 那些主婦很烦 那你就做一个不烦的主婦 那你就觉得很讨厌我 喂 你算老人 你算老人 我不是主婦 就是主婦是年轻一点的 对 有什么特色呢 主婦 最近我坐在巴士上 然后她的心迷出来 那我不想踩到她 那我就坐下 她的脚又顶住了个位 然后说 好痛啊 然后弄了好痛 就立刻拿了一扇药 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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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色挺有挑战 你问一下波姐 我想波姐 如果她做主婦 我想她做得很像 她会做得到 你就做不了 宁愿做坏人 都不做主婦 是啊 我跟着呢 她老公帮她出气 一直骂我 我踩到她 就说 踩到断印带 你说 我有没有这么厉害啊 是啊 譬如说 给你一个角色做主婦 你要拒绝 拒绝一件你不想做的事 你会怎么说呢 呃 她说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想做 或者找另一个做吧 嗯 你觉得那个导演 会不会收货呢 你这样说 他会 因为是我个人的选择 是啊 是啊 我没想到这件事 我叫健熙 今年十一岁 我是读五年班 孩子爱上班 和你跳出书本 拿起咪 走访不同行业的职业日常 还有 拖了休 不用上班的 知华Auntie 孩子爱上班 好啊 我们又说另外一件事 波姐有说的 你觉得一个职业 天才重要啊 还是 后天的努力重要呢 后天的努力 为什么呢 因为 实际不给每一个 觉得很特别 所以 都是你自己的 选择 是啊 就是有了这个天才 如果你不努力 都发挥不到 是啊 那神给了些什么 的天才给你 哦 就是 很有 哪个天才 就可以现在在这里 和你聊天 哦 这个也是一个 神给你的恩赐 神特别的地方 是啊 是啊 真的啊 不是每个小朋友 都和我聊天 的哦 每个都抹开一个 嘴巴的孔 就是我 一生的光景 充满着段段崎岖险境 谁也没法去保证 欢笑能够伴你 天天去常认 你也有本领 相信尽力变等于随城 从经纪里去力拼 输了还是也可高兴 学会悲学会爱便当得珍惜爱 呼吸于这世代 风雪爪来 为你会愿意一直地同在 用这悲用这爱 换你一生的正才 稍执信念留待未来一起 心底里留着爱 自信总之以因他贡献 神给了什么天才给你 就是很有 给了天才可以现在跟你聊天 刺客的心境 狠想找一位自己倾听 从挫败去到高兴 所有还笑容于 哭声与笑声 将心肥打开 所有乐视亦即可感应 离弃够有的自己 方会流露你真本性 学会悲学会爱便当得珍惜爱 呼吸于这世代 风雪乘来 为你会愿意一直地同在 用邪悲邪爱换你一生的精彩 稍执信念留待未来 一起心底里留着爱 自信总之以因他贡献 学会悲学会爱便当得珍惜爱 呼吸于这世代 风雪乘来 风雪乘来 为你会愿意一直地同在 用邪悲邪爱换你一生的精彩 守着信念留待未来 一起心底里留着爱 自信总之以因他贡献 为你会愿意一直地同在 地球上的精彩 希望在地球上的精彩 祝你不愿意不愿意 为你愿意不愿意 为你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为你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让人家觉得看我电影 我觉得我很愿意 那乐剧也是很愿意 因为乐剧我试过 没试过电影 电视剧你也看过 电视剧我还没试过 但是我也试一下做电影 健熙 你好 你好 ان妻 脚板仔,大眼界,替你跳出書本,拿起咪高峰 走訪不同行業的職業日常,告訴你他們所見所聞 我準備好上班了,孩子愛上班 還有,退休了,不用上班的GiraAuntie 你覺得做每一個行業如何宣算成功? 成功就是你完成了所有事情 就像你退休前,你人生就是為了做這份工作 最後你成功了,你就很有成功感 你就說你成功了才能退休,對嗎? 未成功不可以退休 挺好的,值得我回去想一下 好,謝謝你健卿,我們後個星期再見 Bye Bye,GiraAuntie 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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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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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